好 這禮拜農曆春節假期就要開始囉 可是疫情影響 今年國人大多是留在臺灣來過年旅遊 很多的民眾可能會選擇自己開車 但就要提醒您了 國道可能會很塞 根據交通部的觀光局統計 年初一到初三 華東的飯店地方率高達百分之七十七 因此交通部的高工局預估 春節期間東部的交通南下的時間是平日的五倍 年初三到初五 北上的時間會是平日的七倍 建議要前往東部的民眾 多多搭乘大眾運輸工具 同時為了輸運大量的車潮 春節期間蘇花改路兼優先 讓客運通行 業者還有推票價優惠 有北花來回四百元 或是四人同行 一人免費等等的方案 可以大大的節省您的荷包 跟交通的時間